我想请问一下,你刚刚有讲一句话,就是说,你知道的事情比写出来的多,那你说以后会写在回忆录里面。 那我想知道说,在怎么样的情况下,你会把它在当时写出来,哪些情况会写在以后的回忆录里面。 谢谢。 有些事是到时都不能讲的。 真的,就是其实我刚刚讲说,我知道远比写出来多,就是说,其实我觉得,我觉得当记者有时候要讲后道,后道,有些东西就是,因为有些东西的结果,就像那天我在讲中科事情的事情,我就一直骂,一直骂,一直骂。 那后来就有个专门委员,他就跑来说,以前你在环保署工作,他说,属于我跟你讲,今天会变成这个局面, 其实是很多阶段的,讲因缘好了,很多阶段的结果造成,造成今天这个结果。 比如我们讲中科,有一次我在国科会,大家记者会都散了,那我在搜,因为我东西比较多,搜东西嘛。 这个朱金,朱金有选到台大校长吗? 没有,那我想着,我希望他选上,他离开我的管区。 有人提醒我说,他去当台大校长会圈地圈的更严重。 我讲真是开玩笑,我一直说那天都没有人喔,他就跑到我身边,拍拍你们肩膀,说, 为什么你一听到你要跟我做对? 很可怕喔。 而且朱金医生那种,眷村小孩长大的,他就会写刀子拔出来那样。 那我就在旁边很害怕,我说有吗?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,我就跟他说,主委,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差异点是什么,我告诉你。 后来他就试过来了,我说,我跟你不一样,我是好不容易等到友达跟鬼量不见了。 所以我希望中科自己能够回到你起跑的那个地方,开始。 我愿意跟你从头来过嘛,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,我们从头来过嘛,对不对? 不管中间发生什么,多少事情,对? 可是你跟我的出发点,我希望你回到最起跑点,可是我知道你没办法,你只能在你跌倒那个地方爬起来,继续跑。 后来他就释怀了,他就是说,我们记者希望你这样,可是你从这边爬起来,所以你做了一些决定,你觉得你用水也少了,然后什么都少。 所以你认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是,就是对环境有利,讲白就是这样,他认为他做了好的事,可是我看整个,我是希望你从头来。 那后来我在文章里面就放一段他讲的话,就是说他其实他认为他对得起台湾的土地。 那后来我也把他这段话放进去,所以我刚刚讲说,其实你有时候记者看事情,你不能只看到那个结果。 那结果是很多,很多,就是很多的,我们讲因缘,讲因缘大家就懂了。 就是,你当然去促诊那个结果,那结果不能被改变。 那你到底要骂那个人到什么程度。 对啊,所以我讲的,知道的远比写的多,就是这样。 那有时候,你知道我们中国,我们是讲中国的,乖乖的。 我是乖乖的,就是,反正你那文言文里面有很多种。 比如说你要骂那个人,那你有人可以用文,这是那个什么,那叫什么? 四个字,那个叫什么? 陈宇。 陈宇,对陈宇。 陈宇很多种,你也可以把他普通骂袋骂一顿。 那你也可以轻轻的骂他一下。 那大家都是大人的,你要把他普通骂袋中装出来骂一顿。 对不对,就这样子。 这个黄黄鼠人对我,我觉得他们对我有一点,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心情,就是说,他觉得你这个记者某种程度是厚道的。 厚道就是说,你又不会,你又不会隐藏你该讲的话不讲。 可是你会讲到一个程度,就放人一马吧,有机会放人一马,放人一马。 可是那是也不会影响你要讲的话。 啊,有些人四到十都不会影响。 所以我一路也不会影响。 犯多少钱? 我是公立记者包处理。 可以查,谢谢小朱姊哦。 这么认真的小朱姊。 kommer在那一类前面。 谁在这边。